各位我們今天來到龍棟這一邊 這一間的厲害了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同事 就是他吃過的東南亞菜最好吃的一間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今天星期六七點鐘未到 我們過來已經要排13號了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在這一邊的大學的學生、學子 和我們的同事 他們的選擇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呢? 這間建鎖塔就是那些餐廳過來這邊吃的 這間餐廳不是很多人吃的? 為什麼要比較便宜 性價比比較高 這間餐廳不是很多人吃的嗎? 這間餐廳不是很多人吃的 這間餐廳是15元一小時 導演問我 要不要賺一些麵飯錢? 我可以做到的 有沒有筆呢? 再寫一個 老闆 這是大學生的 這是龍董大學生 這是農董大學生 農董大學生 農董大學生 現在的狀態是等了45分鐘 我們還有六個 我們前面還有六個 我們先走了一個 沒有辦法的 因為我在看店裡的店裡 只有八張桌子 这间餐厅的座位已经很少了 我们已经坐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他们在里面应该吃了一个半小时以上 在泰国餐厅吃出四季下午茶的感觉 我建议大家吃完饭就走咯 换个地方聊聊天咯 你看多少无辜的市民在这里等 平常的话会等得更久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啊? 哇! 怎么吸引你的他们? 味道 就是浓洞这边就比较好的一家泰国餐 最我所知是这样的 平时也等这么久吗? 我三次等了两个多小时 哇! 我真的宁愿饿死我都不吃了 好了终于到我们了 下一个到我们了 我们要决定报复性消费 我们点了11份东西 296元卡是300元 32号 进去 还在这里玩手机 这些可能我们是不理解的 我们是顾及住我们的大众消费 大家在外面 身水身汗在这边排队 然后被蚊在这边咬 很惨 不然这些是他们的自由力 自由力的 很多的份量 可以啊 市中心很难找到摘地气 这个很肥 很多香料的味道 首先是够咸 然后够入味 很多材料在里面 很开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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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元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很多淋沉的碎料 增香的这种感觉 这么大 这个 嗯 杏子是没问题的 我就略嫌它的花甲 和它们的这个猪颈肉的选材 可能轻轻就会 不是那种比较高端的食材 大家会明白我的意思 大肉米子卷 一丝一丝的东西 很爽口的感觉 而且它的酱也比较开胃 它们的蟹柳 好像都可以用一些 相对来说 好的蟹柳 我会炒一下 稍后再拍它 但我很欣赏它们的汁 炒菜的感觉 它的配菜 红萝卜 西兰花 和小瓜 这些都可以蘸的汁 这些汁醬 是不会浪费的 这些汁醬 我都比较喜欢的地方 虽然它的汁醬 在我口味来说 很甜 但是东南亚菜是这样的 就是 最好咸到脱毛 也不是那么夸张 其实挺好 我挺满意 只可以这么说 你说它会不会是 农冻最好吃的东南亚菜 可能是 市区不一定这么说 但是市区也不多 五只手指可以数得完 类似的 是泰国很折地气的 尝试一下 虾 挺大 表面沙粉 酒的油 咖喱味道 也有改良 合适本地人口味 甜甜的咖喱 蝦 蝦的食材一般 只可以这么说 在这里 有浓香 香料味 新辣的味道 都会有的 但是 我在泰国当地 吃些很摺地气的 它会更加清新一些 哪怕它是新辣的 都会很清新的 在这里 轻轻的 档刺 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 都不稀为一家 好吃的 如果这些价格 是一些大型的泰国菜 就很难做到 大型的 这些蝦 起码 也要68起步 这盆 48-58起步 这些小食 绝对38起步 这些平均 都是20-30元 很平民化的 例如这家餐厅 我来等一个小时 我觉得是没问题 是没问题 两个小时 就有点 就有点辣 我极限是过半小时 我极限过半小时 刚刚没有 就过半小时 最后一定要尝尝这个面 炒面 我在泰国第一次吃的 就是 不知哪个区 就是街边的 noodle don 哇 他们的面 湯面也很好吃 炒面也很好吃 好了 尝尝他们的口味 够油 应该是木鱼 再加少量调味料 用蚝油也好 自己调配的汁酱 也有点偏甜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吃的炒面 很奇怪 猪鷹肉29元 凤爪10多20元 反而炒面和炒盛子要37元 菜和煮食差不多 有些地方是贵的煮食很多 相对来说它的煮食比较贵 但30多元是贵的 但也好吃 芒果糯米饭 有些芒果糯米饭 有些芒果糯米饭 多谢 谢谢 有些东西要怎样 有些东西要说 我排了五六次才排到 我直到五六次都排到 那有没有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的 多谢 拜拜 有些诱惑 排了五六次 排五、六次,终于排到了 我们照说虾的食材 相对来说就不算顶级的食材 明白吗?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的意思 对,对,对 对啊,对啊,我也有说 整体不错 你们是主打接地气的那种 对,性价比较强一点 我们的价格也不贵 因为我们买茶类那些的话 那些材料都是用的比较不贵 因为便宜的用的也不好 也不会体验感也不好 学校的地方主打是性价比 过来消费的都是年轻人 略嫌他等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他的餐位都不算太多 所以都是合情合理的 多人来吃,为什么呢? 因为性价比高 口味呢 香料够多 那些汁醬它调得够有味 然后食材它又腌过 层次这样出来的话 自然就是好吃的了 当然后来采访了员工 他们用的水果 和一些饮品 他们都用比较好的食材 这些我可以赞同的 但是关于虾 又或者是一些猪颈肉 就未必会用到最顶级的食材 他们都是说 他们是主打性价比的 这个都是 都叫合情合理 所以综合以上种种 它有4.5分 在龙董里面 然后是说龙董 同事说 我们的同事 说它是龙董 应该都是最好吃的东南亚菜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的 好,这是品诚记 不同平台点击关注 希望对我们支持一见三面 多谢